高雄湖内的一间旅业工厂疑似发生锅炉爆炸意外 在一大早八点桌发生作业意外 那么业者也表示了 疑似是因为控制系统出现异常 厂内的锅炉发生气爆 造成现场八个员工都受了伤 而其中有两名泰国籍的员工 被救出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 造成两死六伤 业者发表声明两度道歉 强调会配合调查 目前也被老检署开罚了30万元 并且勒令停工 坐在担架上表情痛苦救护人员 紧急用担架推上救护车 现场伤者不止一人 很大声就是爆炸的声音 然后出来看对面就是黑烟 一早八点多今天一爆 对面资源回收场的摄影机画面 也被震到剧烈晃动 小毛迷吓到赶紧逃离现场 厂区员工坚决残了赶紧报案 现场有如战后焦土白色粉末四散 所有物品东倒西歪 可见当时爆炸力道之大 最可怕的是700度高温气体 夹杂粉尘瞬间喷出 八名员工来不及逃 严重公安意外就发生在高雄 湖内一间铝业工厂 疑似控制系统异常 降温水量不足 铝水接触时发生爆炸 八名员工当中有六个人 肩上臂被捕肢体烧烫伤 另外两名太极员工救出时 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宣告不治 市长陈其迈第一时间获知赶往医院探视了解 这起公安意外 铝业工厂业者发书面道歉两度之歉 并强调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 绝不逃避 但经查这家铝业工厂 2008年至今就因空污 噪音废弃物等环保违规 遭开罚14张罚单 一共罚了245500元 非常离谱 女业业者虽然愿意负责 但再多的赔偿和后悔道歉 也换不回宝贵人民 记者吴总军王超群高雄报道